邀朋友来家里 亮亮自己的厨艺 这自然也是一种乐趣 明星人大家好 我是阿南 现在我在松江区的文祥路 今天要给我们做菜的人 姓董 叫董先生 董先生你好 今日明星董振环 在外是能干的领导 在内却是顾家的好男人 董先生一看外表就知道 一定很喜欢吃至少 那么到底会不会做呢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是什么意思 应该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今天这个后面都是你 醒来的人还是 这是我过来的朋友 都是你的朋友 那按照常理 我们这个做菜的主人 醒来的朋友 经常会趁吃趁喝他的 所以他才会请他们来 是这样吗 对的 好 来 我们来问一下 这位是 这位是一个朋友 小王 是你的朋友 你好你好 你好 这个董先生经常吃他做的菜吗 是 他烧的非常好吃 每次每个礼拜都要来吃 然后如果有一个礼拜不来吃 就会响得特别响 是吧 好 现在这个董先生好像是 是你的女儿来了 是不是 好 女儿先稍微等一下 这场戏没你 等一下再采访你 好吧 你觉得这个董先生 他做的菜是属于什么风味的呢 是本帮菜吗 应该像本帮菜吧 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吃本帮菜 您是董先生的朋友 这是朋友 也是他的下属 下属 哎呦看不出来 董先生还是个领导干部 对是我们的老板 真的 是哪家饭店的老板 不是 我们的企业里面的 企业里面的 那 就是做菜是他的业余爱好 业余爱好 对 也是他的业余的特长 业余特长 对对对 平时在单位里之前 有没有发现他会做菜呢 之前没有 但是后来吃过才发现 哎呦他事业做的好 菜也做的那么棒 其实大家要小心 因为他是他下属 有拍马屁的嫌疑 所以等一下我们一定要尝一尝就知道 今天这个董先生说啊 他要给我们展示一桌的菜 因为请了很多很多人 而且我发现他请的这个人当中啊 有跟他相关的 但是有跟他无关的人 所以这个有一点点疑问啊 今天你这一桌菜 你打算怎么做呢 今天呢我这样安排三道菜 三个人做 三个人做 还有这样的啊 那么那两位是 那两位也是在这种朋友当中 其中一个道菜咱们小王做 那么还有一道菜呢 还有一道菜咱们小顾做 小顾 那你做什么菜呢 我做的是葡萄鱼 我们这个葡萄鱼 材料都是哪些 材料呢就是一条苍鱼 苍鱼大概在一斤左右的 一斤左右的 还有一点葡萄干 葡萄干 葡萄干 就可以了 其实这广东菜清点 你看这个人 你说这个是广东菜 就是你还了解过了 这是粤菜是不是 对对对 那你这道菜是跟谁学的呢 这道菜跟那个师傅学的 跟师傅学的 哦 上手就学广东菜 对对对 这个里面洗干净以后 首先呢 把葡萄去掉 葡萄去掉的 把它 斜片呢 是一个五片 拉了三片 那一刹拉开了呢 像个葡萄 一刹一刹的葡萄吧 就在一个过程 主要是刀工了 对不对 对 据董燕人讲 他平时以家常小菜为主 这次做葡萄鱼 还算是一个挑战 因为刀工是一大考验 不过现在看来 从抛开到片鱼肉 董先生操作的还算是熟练 在油锅内倒入大量的油 为下一步做进一步准备 为什么要放这么多油啊 这太浪费了 不浪费的 因为这个油呢 一定要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温度 还要加到120度左右了 哦 这个 让它重新投一下 这个油多一点的 如果油少的话 那是爆不起来的 就感觉就是你这个 到底菜做的专不专业 不知道 反正你现在的程序 是很像专业厨师啊 对对对 在热油的同时 鱼肉要沾上鸡蛋液 但鸡蛋液内 事先要放入盐和味精 再充分地裹上淀粉 这个淀粉呢 一定要把里面的这个鱼的里面的 外层内层呢 全部要涂均匀 让它吸收上去 这样过油的时候 它才能够炸得均匀 对对对 油温要达到120度 就可以把鱼肉放入锅内了 要注意的是 不能炸得太过了 这个大家要炸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要炸到呢 那个敲烤有点脆的声音 脆的声音啊 是听声音还是说 这个感觉上面比较脆的 靠感觉吧 靠感觉 有点脆的就可以了 哦 就可以了 当鱼肉捞起放入盘中 就发现形状确实与葡萄有点相似 就是少了点颜色 刚才我看你从刀工的处理啊 包括你这个入锅的时候 这个小心翼翼的程度啊 似乎是有一点不太 心里头不太踏实的感觉 是吧 因为呢 这几方面 比第一次上镜呢 比较紧张 第二呢 本身一直像做广东菜 一直像人家学的嘛 所以说紧张的开口进去的嘛 哦 是这样 就是说首先一个呢 是怪到我们了 第二个呢 是怪到他自己 就是说 其实就是今天这个菜处理上 可能就是比方说一个油温控制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手法 我看你是很怕他这个肉散掉 对不对 对对对 一上开了就不像葡萄了 所以这个影响到出品的造型 所以他今天 这个董先生还是有一点点董花的 是这样吧 那这个菜我看 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还有一步是吧 还有一步就调到一跤就完成了 要交织 番茄酱入油后 要用铲子不停地翻炒 以免粘锅 之后放入葡萄干 盐 糖 再次不停地翻搅 最后再放入辣酱油 等汤汁收得略微浓稠 就可以起锅 将汁浇在鱼肉上面 今天的葡萄鱼终于完成了 这个应该就是酸甜咸香的口味 其实这道菜我跟你说 怎么说呢 有一道很传统的菜 叫松鼠桂鱼 应该跟它有点异曲同工了 对对对 因为松子所以蛮像的 来就是啊 好 饱满的鱼肉 艳丽的红色 不管是外形还是色彩 都让人食欲打开 一上桌 赢得了亲友的好评 看似复杂的菜肴 其实做起来并不难 只要骗鱼时 不把鱼皮切断 裹淀粉裹得均匀 以120度的油温 将鱼肉炸至金黄 最后再浇上汤汁就可以了 葡萄鱼大获成功 接下来就要看 王小姐的表现了 做什么菜 琵琶虾 琵琶虾 下期明星王媛媛 看琵琶虾 是否同样能够 赢得众人的认可